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在清明廉假发生了攀岩邮聚松动 小朋友险些踩空 去公所马上找工人来修复 市员吴华佳在市长市政总执询中提出 希望日后要派人定期检查维护设施 让孩子能够安全玩耍 市长有没有看过我们的送给我们市议会资料 我们在第一次临时会的时候 在二三月的时候收到的会议资料里面 就有写着儿童游戏场每个月都要不定期的巡检四次 应该是要完成定期巡检的工作 我们会跟如同我们刚刚市长所说的会整合我们都发出 市长你觉得这个不定期巡检是不是应该落实 应该要定大概多久要检测一次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前一个小时我们党团会要求 是不是应该要有统一的单位 有专业的能力来管理我们的公园 市长我要告诉你 我们的里长反映过很多次 我们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如果小朋友要上厕所不知道要去哪里上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不是应该要改进 这应该要立即 应该可以设行动厕所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部分就要麻烦市长来引导我们市府来运作 那再来我们最近最常遇到的家长在反映的 我们大人带小朋友去我们的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玩的时候 遇到有人在旁边抽烟 但是呢他们打了1999打了110没有人可以开阀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在公园里面遇到这些问题目前都还没有解决方法吗 不只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吴华家盘点整个安乐区儿童游戏场 有些邮据因法规限制拆除或封闭 儿童无处玩耍 我们目前未合格儿童安全标准的邮据还没有拆除完毕 未拆除的还有包括带检验的带报废的安乐区是总共有五处 我们目前这几个未拆除然后又未符合儿童安全标准的邮据 现在有没有封闭起来 理论上是用一个很丑的黄色带子 小朋友会不会跑进去里面玩 市长我们可不可以要求现在未拆除的邮据 如果还没有办法拆除 是不是能够先做一个安全的隔离的方案 我认同议员您的建议 我在想要用什么样的材质把它隔离 要用什么样的材质 市长可以回去在我们事务会议讨论 我暂时的方案要把它隔离 应该要隔离吗 不小心跑进去 是 同意您的关系 终结维护管理邻里公园儿童游戏场的乱象 市长谢国梁宇诺 将由都发处召开公厅会 会整各方意见 针对相关问题也拟出妥善的办法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